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猜解的这本书叫《稀缺》 希望对这本书的解析的过程当中 一两人带给我们自己对关于学习力这个话题的反思 其实跟《稀缺》这本书相对的还有一本书 叫《贫穷的本质》 这两本书的方向有点类似 但《贫穷的本质》更多针对的是贫穷这个现象 就是财富贫穷的这个现象 做了一些全球各个国家的人民的了解跟采访 而《稀缺》这本书的《稀缺》这个话题 范围指的会更广一些 就不仅仅指金钱上的稀缺了 当然金钱上的稀缺就叫贫穷 但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面对的其实都有稀缺 不仅仅是指钱的稀缺 比如马上要交材料了 但是你的材料还没写好 这个就叫做时间的稀缺 马上要交房租了 但是你的房租还没有筹备够 那么就是金钱的稀缺 明天你就要在开会当中做一个发言 但这个发言稿你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你可能面临的就叫做知识的稀缺 所以什么叫稀缺 稀缺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比我们所拥有的要更多 于是一个人就会进入稀缺的概念当中 我之所以想拿这本书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一说到学习一说到学习力 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缺知识 大家会觉得我们缺信息 所以有一种非常好的心态 叫做求知若渴 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好 但要小心的是 当一个人一味的求知若渴 当一个人一味的去获取信息的时候 也许求知若渴这种非常好的心态 会一不小心就让我们进入一种极端 这个极端就叫做稀缺的心态 所以我们应该就反思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叫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甚至很多穷人 我们给到他一些资助 你给他启动资金了 但没多久 过了一两年 他的整个生活状态又回复到了两年前 你没有给他资助的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有些穷人 我们很想帮助他 我们很想让他换一个轨道生活 所以我们给了他一个外部的推力 但是没多久之后 他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 这个背后就让我们得去探讨 也许贫穷的背后 存在着某种固定的思维方式 稀缺的背后 会让我们即使获得再多的知识 跟再多的钱 你没多久 又会回到像以前一样 缺钱跟缺知识的那种模式上 所以为什么在谈学习力的这个系列课当中 我一定要拿这本书来聊一聊 至少我们今天的稀缺会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求知若可的心态 但是我们要紧防小心的是 我们要看到那种稀缺的模式 跳出这种模式 否则 我们今天获取了更多的知识 获取了更多的信息 但背后根本没有改变掉我们学习力匮乏的那种稀缺的状态 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的起点 稀缺是什么 书里面有一句原话 我觉得特别好 我讲书嘛 其实很少给各位念原话 但这句话我想给各位念一下 这句话叫 稀缺造成的后果 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太少而感到不悦 而是因为它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 而强行侵入我们的思想当中 也就是这种稀缺造成的后果 不仅仅是不爽 也不仅仅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 更重要它会渗入我们的思想当中 成为你根深蒂固的某些信念 所以这本书从几个角度帮我们解析了一下 稀缺的这种心态 也许会带给我们跟生活跟工作当中哪些影响 我把它盖过成四个方面 我希望我没讲一个方面的时候 各位都不要想别人 想一想自个就好了 我先把这四个方面统一一起说一下 稀缺的心态会带给我们第一个 叫专注的德和管亏的失 这是第一 第二 稀缺的心态久而久之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带宽 为我们的认知带宽带来一些不太容易觉察到的负担 第三 稀缺的心态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走向了借用的习惯 比如刷信用卡 就是个借用的习惯 第四 稀缺的心态会让我们没有闲鱼 闲鱼休闲的闲 鱼侠的鱼 会让我们没有闲鱼 没有闲鱼就让我们的生活跟工作进入了永远紧绷 而没法应对和缓冲的状态 我想把这四个点每一个点跟你聊一聊 第一个叫专注的德和管亏的失 其实也就是因为稀缺偶尔会带给我们专注的德 所以才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去重视它 什么叫专注的德呢 比如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明天放假时间就到了 但是你今天作业还没有做好 所以今天一个下午跟一个晚上 你可能效率特别高 因为时间喜缺会带来你很专注 这叫做专注的德嘛 你的演讲还没有准备好 但明天早上要做演讲了 所以这一天你收集信息 过滤信息 筛选信息的速度就变得很快呀 专注的德嘛 比如今天老板告诉你 明天放假 明天我就给你放假了 而且带薪休假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这一周的所有工作 在今天下午下班之前你觉得做完 你会发现这一天你的工作效率就特别高了 所以稀缺确实会带给我们很多时候专注的德 但有一个更惨的是 它还会带给我们管亏的诗 什么叫管亏的诗呢 因为时间喜缺啊 资源喜缺啊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你就特别专注 特别专注就代表你的注意力被俘获了 你的注意力被俘获了 这就相当于你的注意力会完全关注到一个管子里面 管亏嘛 透过一个管去亏看这个世界嘛 叫做管亏 你的所有注意力就类似于进入一个管子 于是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只关注眼前而忽略了长远 我为什么在谈稀缺的时候 我还要列举到那本书叫贫穷的本质 在贫穷的本质里面其实举了很多例子 很多穷人 就是因为太关注眼前的利益忽视了长远 所以导致他们一代一代的都没有跳出贫穷的模式 就比如在贫穷地区不怎么给孩子打疫苗 因为打疫苗要花掉今天的钱 但他又不一定能带来好处 但往往没有打疫苗的孩子 只要得到一个什么严重的病 这个病就会拖垮一个家庭很长很长时间 可是贫穷的家庭依然不习惯给孩子打疫苗啊 所以他们太关注眼前了 疫苗并没有为眼前带来好处 反而还花钱了 不太考虑长远 疫苗对未来有用不 他们不太关心的 哪怕政府给贫穷的地方发了蚊帐 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多支蚊帐 你就会导致得瘧疾的概率大大下降 因为瘧疾的病毒是靠蚊子传播的嘛 可是很多贫穷的地方就不支蚊帐 哪怕政府免费发的 他会把蚊帐拿来做婚纱 解决了燃眉之急 政府给他发避孕套 他会把避孕套拿来做气球 解决了目前的快乐 所以在贫穷的地方很多家长都会去权衡 今天送孩子去上学要花多少钱 可是如果孩子不上学出来打工能赚多少钱 于是最后导致很多孩子很早就出来打工 因为教育嘛是一种投资 这个投资的未来是不确定性的 可是打工能看到眼前立马的收入 所以一旦我们的注意力被俘获了 这就是时间稀缺 一旦我们金钱稀缺了 我们就会专注眼前而忽略长远 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因为这种管亏 而带来了很多不该产生的失误 比如书里面给我们举了个例子 来各位我问一下你 消防员啊 火警消防员 你觉得消防员牺牲的概率最高的 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习惯性的反应嘛 消防员那么英勇 出入在火场当中 所以在工作的现场 可能牺牲的概率会很高嘛 可是很遗憾的是 在一项数据统计当中 有很多的消防员并不是牺牲于火场当中 有很多的消防员是牺牲于在 从街道报警在崩富火场的这条路上 牺牲了 因为什么牺牲了 因为交通事故牺牲了 因为交通事故怎么牺牲了 就是因为交通事故 但他又没有系安全带而牺牲了 这几乎颠覆了很多人的想法 消防员不应该是安全意识很强的吗 我们从小到大的安全知识讲座 都是消防员告诉我们的 可是你会发现 当一个消防员接到了一个火警报警的时候 他从接完电话到崩富火场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做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要分析火场的整个建筑的情形 整个应急的出口 所以时间特别稀缺嘛 在这个时间特别稀缺当中 他的所有注意力就会关注到 马上建设解决方案 而会忽略掉了 既安全带这种小事情 而且不是一个人忽略掉 是所有人都忽略掉了 所以很遗憾的是有很多的消防员 在崩富火场的过程当中 因为交通事故而没几安全带 吸上了 所以一样事情一旦稀缺了 就会像一个毛一样 这个毛就会让你锚定住 你的事业格局 这叫做管云的事 这叫做管云的事嘛 稀缺带来的第一个 专注的德和管云的事 第二个 稀缺会影响一个人的贷宽 任职贷宽 还记得我们讲过一本书 叫慢思考 思考脑只能同时干一件事情 思考脑没法并联 只能串联 因为它贷宽很窄啊 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比喻特别好 这个比喻叫做 如果把人当成一台电脑 那么上帝给了人这台电脑 最好的CPU 因为脑子很好用嘛 上帝给了人这台电脑 最好的硬盘 也就是你想记什么 只要你用心记 你都能记得住 但上帝有一个失误啊 就是上帝给人这台电脑的内存太小了 各位你想象一下 CPU很好 硬盘很好 但内存太小了 所以你多任务并行就卡机嘛 而人就是这么一台电脑 多任务并行就卡机 稀缺往往会带来 我们想尝试多任务并行 时间稀缺了不够了 所以的同时干很多事情 于是就带来了焦虑 这种焦虑和不安 会占据了整个任职贷宽 所以有一个测试 叫做内源性测试 其实我给各位讲过了 让一个人一天记七个数字 但不能记到本子上 只能用大脑记 哪怕就让你一天记七个数字 这件事情这么简单 你这一天的理解能力 认知能力都会因这件小事情的奠基 而大大的下降了 所以稀缺会带来了 我们想同时去并联 哪怕我们并联不了 就会带来焦虑和不安 这种焦虑和不安 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贷宽 当你的认知贷宽 降低的时候 你的理解能力降低的时候 你往往就会出现很多的乌龙 就是犯错的概率就提升了 所以就导致犯错概率提升 稀缺焦虑不安 犯错概率又提升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是第二个 稀缺的心态会影响带宽 第三个 稀缺的心态会让我们习惯性的走向借用 借用明天的钱 借用明天的时间 借用别人对你的好感 而且稀缺会让我们产生现实偏见 什么叫现实偏见 当你今天钱不够的时候 你就必须去借用明天的钱 而你特别特别去专注 今天不够而要用明天的钱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个现实偏见 什么叫现实偏见 你就会过高的鼓起了目前的利益 而用未来的利益来交换 目前这个被你过高估计的利益 其实回到上面的一样的 你会因为为了解决目前的人眉之急 过高的估计当前这件事情的利益 所以刷明天的信用卡 刷明天的时间等等 所以稀缺几乎跟借用是同时存在的 而这种同时存在又造成了一些恶性循环 所以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是少刷信用卡 特别是年轻人 海尔公司曾经提了八个字 其实特别好 叫做日市日币 日清日高 今天的事情今天解决完 今天的任务今天清理掉 不要尝试去借用明天的时间 它会让你稀缺负稀缺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稀缺的心态会让我们忽略了咸鱼 什么叫咸鱼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 我感觉很有冲击力的一个观点 书里面举了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我给你描述一下 就是有一家医院 这个医院有32个手术室 因为条件有限 所以只有32个的手术室 可是这个医院生意很好 所以这个手术室都排满了 甚至很多时候 因为临时的手术 急诊的手术 所以需要去协调掉 已经排好的手术 所以造成了大大的内耗 因为临时的手术 需要去重新调整 因为重要的手术 需要重新调整 因为手术延期等等 所以造成了内部的协调工作成本很高 造成了客户的抱怨概率很大 所以这个医院请来了一个专家 就是我们这种内部效率怎么解决呢 这个专家调缘了之后 给了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让院长都快疯了 这个方案是 你们本来有32个手术室 我给你的一套方案是 有一个手术室不要用 空出来 这个院长听了就很不理解 我们本来32个手术室都排不来了 我们本来32个手术室都搞得人养麻烦的 你还让我们空出一个不要用 那只剩31个不是更不够用的吗 可是这个专家非常有信心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请我过来解决这件事情 那你就先按照我的方法尝试嘛 空出来一个手术室不要用 就用31个 所以平常的一切的计划 就仅安排31个手术室 另外一个手术室用来干嘛 另外一个手术室植物到特别特别应急的时候 才拿出来用 事实上是 运行了一段时间 这家医院的就诊率提升了 出错率下降了 客户抱怨的比例下降了 内部员工彼此协调的抱怨概率也下降了 这个例子就让我们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 一件事情一个人也好 一个工作也好 一定要流出闲鱼的那一部分 闲鱼的可能是一部分时间 闲鱼的可能是一部分空间 而这部分闲鱼会让你在面对应急的时候 你能更从容的去安排自己 而且能更从容的去关注到 这件事情你长运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要给自己留出空闲的时间 努力学习没错 但千万不要因为努力学习 而把一天的所有时间都排满了 其实我们在上一个系列课 我们谈到了一个成长的焦虑 很多人的焦虑就是因为时间感到焦虑 可是各位别忘了 人要把自己当人看 当你把自己当人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管理状态 而不是去管理时间 管理做某件事情 你的状态好不好 而不是一味试图了 去把这一天的时间 安排的多么的饱满 所以买保险 其实就是一种咸鱼嘛 可是稀缺贫穷的人 就不太会买保险 保险让他看不到现在 可是保险会让你在应急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咸鱼的资金 能帮你解决那段缓冲期 总结一下 稀缺的心态会让我们有一个爽 就是专注的德 但是会让我们有一个很不该很不该的失误 叫管窥的失 而那种管窥的失 往往会比专注的德来得更严重 第二个 稀缺的心态会影响我们的带宽 影响我们的理解能力跟认知能力 第三 稀缺的心态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走向了借用的习惯 第四 稀缺的心态会让我们忽略了对咸鱼的关注 所以我想 最近我们在谈学习力也好 谈时间管理也好 缺时间 缺知识 缺钱 缺人脉 其实这背后都是我们今天现代人有的很多的焦虑 我们一直在谈学习力的背后 也是因为认为对知识跟信息不够的焦虑 这种心态很多时候是有稀缺的这种心态 让稀缺的现实反而长存下去了 所以有一句话叫贫穷的心态吸引了贫穷 富足的心态吸引了富足 书里面有一句总结的话 我觉得看完很有感触 好 给各位分享一下 贫穷会一直贫穷下去 而孤独者也会注定继续形单影之 繁忙的人永远会日理万机 而结识者的计划也总是以失败告终 稀缺造就了一种心态 而这种心态会令稀缺长存 希望今天这本书 我帮各位总结了这四个点 让你在生活当中 时刻的反思自己 是否我正在不知不觉的 进入了那种稀缺的心态 时刻的带着觉知力的 去观察自己的进步与学习 我想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学习的知识啊 所以学习的动作要好 知识也要帅 希望这本书 能够在思维方式的这个层面 带给你一些新的启发 谢谢各位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